外形一樣 口薄一樣 操作介面都一模一樣 甚至連Walk Paper都跟原裝無分別 只買1200元的這部山寨iPhone 4 個殼除了少了一個蘋果 外表抄到十足 你又分不分到真假呢? 答案是 右邊畫面暗一點那部才是真機 真假難分 想買正貨豈不是分分鐘會中招? 會不會是擔心有些在不好的商品 肯定會有的 這個肯定會有 因為市場比較大 香港的第一是便宜 第二是保真 它的貨品比較真 不像大陸的貨品比較多 最近內地手機生產商 就號稱生產了一部 和iPhone 4相似度達到百分之百的山寨機 價錢都是千多元人民幣 部分功能抄到十足 價錢是正版的四分一 還有得換電池 不過就不是個個都有興趣 沒有二手價 還有功能方面都未必是實際的 畫面質素差 上網質素又慢 拍照又不漂亮 只有三十萬張 說真的有誰會買 千多元 有手機店店員就說 山寨iPhone在香港市場不是太大 來買的主要都是外傭又或者是長者 多數都是上了年紀的那些老人家 因為他們iPhone 4 比起大陸的機器還要複雜一些 還有每次都要靠電腦 他們很多次都不懂得用 雖然這些山寨版的iPhone上面 並不一定會引有iPhone的標誌 但由於擔心它侵權的風險極高 所以很多店主在選擇驗議出售的時候 都十分謹慎 只有少量的店舖又出售 有律師就指出 其實外形和功能禁鶴齒 已經侵犯蘋果公司的版權 通常海關有投訴 它多數會處理 但如果沒有的話 除非那件事已經眾所周知 通常就是你有投訴 你有投訴 甚至拿具體的侵權註冊的資料 然後就是侵權的資料 主動出擊 海關就會去檢控 他又提醒市民 在內地購買山寨機再帶回香港 如果海關懷疑是用作商業用途 無論數量多少 都會作出檢控 而海關發言人就說 過去曾針對市面上務牌的iPhone 採取行動 去年一月 就曾經搜查仙達廣場10間店舖 抓了12人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王嘉莉報導 下集團 下集團 下集團